你猜 她说了什么了 她还不是怕丹抗旨的罪名 那当然也是 可更有意思的是 她说保证对得起姐姐 一生为姐姐手劫 什么呀 乱七八糟的 她说不会碰那个 同窗一蒙的女人一下 这不是手劫是什么 她说的是真的 我去她家的时候 夫人进库告玉状去了 她逆来顺受地 接受了这门婚姻 不是遭罪吗 那有什么办法 军命难为啊 姐 你想怎么办 我 木已成舟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她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 快说 索性与吴启爵私奔 我想过 且不说吴启爵 把顶带花铃看得重不重 我要真那么做了 那就害了爹爹了 皇上能放过她吗 放动自己的女儿私奔 带走的又是天子进尘 这是欺君之罪啊 是啊 父亲一枪壮志 还要去平顶台湾 也全落空了 这怎么办哪 真的是山丘水浮一屋路了 其实 姐灵还需继灵人 叫吴启爵铁了心 皇上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那姐姐赶快给她打打气啊 我那么坚强啊 我才不要去呢 那我去说 世伦 你在下山后 我告诉爹爹去了 你说吧 哪去呢 你知道今年开薄秀鸿儒科吗 知道 臣还知道 皇上在体人阁考完他们后 带着吏部和汉林院的人 到罢州亲自跃卷 朝中很多人都说你是一介武夫 朕觉得不对 是 李光帝跟朕说过 你自入京以来 十几年苦读 无一日荒废 如今连二十一史 都烂书于心了 他是在谬江城 也有鞭策之意 朕开薄薄鸿儒科 是为了广纳天下良才 不论是已有官职的 还是平民不一 只要是来应事有才干者 朕 就为财适用 皇上厚德 一定会赶召天下贤士 来为皇上驱浅 如今朝廷 正是秋仙若渴之计 朕听说 你有两个出类拔萃的儿子 出类拔萃 不敢说 只是 学业上有所长进 不如这样 你带进宫来 让朕试试他们的才学如何呀 二儿子世伦 可随叫随到 长子是世宗 却不能前来 为什么 回皇上 长子世宗和侄儿明良等七十余口家眷 陷入海贼之手 生死未谱 一点音讯都没有 真是不幸啊 他们刚献敌手时 世宗曾托人给臣捎来一封信 记得臣大闹法场时 向皇上揍过此事 朕不大记得了 说他已降贼 劝我三次 这信不是被你毁掉了吗 臣当时是又急又气 毁了 皇上 皇上 臣始终觉得不可信 臣一心 那封信是别人伪造的 为什么 回皇上 知子莫如父啊 臣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 世宗会负贼反叛 那笔记虽像犬子的手迹 可 却又不像啊 你的义女阿曼 倒是个不可多得的才女啊 女儿无知 锋芒外露 一定 惹皇上生气了 你恰恰说反了 就连太皇太后老佛爷 都夸他聪明 正因为他的善解仁义 消除了朕心里好多的疑悦 其中也包括对你的疑悦 侍郎 你是一个坦诚之人 朕非常高兴 如今朝中很少有人 能有你如此的勇气和胆量 敢在朕面前说实话 记得当初朕问过你 你一直主张平定台湾 是不是有报私仇的成分 你竟然毫不隐晦 你很诚实 朕欣赏你的这份诚实 朕今天的话有点多了 退下吧 谢皇上 公主 他就是施氏宗 不知公主 不知公主找我有何贵感 我不过是个囚徒而已 那我就先不陪你们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听啊 姚小姐可是来劝祥的 那我一会儿过来接她 是公子 请坐吧 公子有没有想过 以退为进呢 怎么够退 又怎么个禁法呢 当然 是取得颜平王的信来了 置死地而后生 除非我卑躬居膝地投降 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呢 若这么无耻 我早就归降了 我父亲岂会让施公子真的投降 让你和令尊蒙修呢 这只不过是权益之计 权益之计 朱炮 你的意思是假降 对 一旦站稳脚跟 就在他们内部暗中活动 争取人心 届时让他们接受朝廷招案 如若成功就可罢刀兵 不用流血 这可是千秋不义之功啊 这事情太大了 我得好好想想 那当然 刘大人也真是的 舍得让自己心爱的女儿 吕桃渡海 这是多么凶险的差事啊 我父亲为了招降颜平王的部下 变卖全部田产 设修莱馆 给来响者发赏银 这些能使你体会到 他平定台湾的志向了吧 太令人敬佩了 姚小姐 你好像避前涨高了 是吗 又是你 孔虚啊 你别没事就往京城跑 你还嫌给我添的麻烦少啊 小的给贝勒爷添麻烦 这就给您赔罪来了 哼 上次 你让我在皇上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你赔一句罪就完了 小的知道大人有难处 这次我是来给您传喜讯来的 坐吧 这回你又想给我添什么麻烦哪 没麻烦 绝对没麻烦 是喜讯 是喜讯哪 说吧 我们冯大人非常敬仰贝勒爷 说台湾的前景还仰仗着贝勒爷您不可呀 只要贝勒爷 能帮助台湾自帝乾坤 冯大人说了 年年进贡 岁岁来潮啊 年年进贡 岁岁来潮的藩属多着呢 不止你们台湾一个 冯大人进贡的可不是朝廷 是贝勒爷您哪 好大的胆子 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贝勒爷是台湾的福星啊 我们唯一指望的也是贝勒爷您哪 贝勒爷要不给我面子 那我 我 我就 碎贡多少啊 十万 十万 香花 那十五万 好 你看看 这是皇上传下来的折子 这都是侍郎几年来上奏的 说的都是你们台湾的事 你想不想看看 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 贝勒爷 台湾地下人少 岁入本来就不多 小的临来的时候 冯大人说 给贝勒爷的岁供 最多二十万 贝勒爷同意了 那就试试吧 小的谢过贝勒爷 贝勒爷 小的还有一桩喜事 什么喜事啊 贝勒爷 请过目 施始总响了 这事真是假呀 千真万确 贝勒爷 过些时日 他还要带兵去厦门 对抗朝廷呢 施郎不知天高地厚 他敢得罪于您 贝勒爷 这可是一把好刀子啊 正好 捅了他的心窝子 好东西 叫他们吃饭 出来吧 吃饭了 一会儿 公主过来看你们 公主 怎么 施始总 公主 这什么 这是人吃的饭吗 简直是猪食狗食吗 公主 这不怪我们 是上面吩咐的 你敢领嘴 我告诉你 从今天起给他们换个地方住 公主 这不难为我们吗 什么难为不难为的 我说了算 你敢 不听我的话你 大哥 你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吓得能做的 一定尽力 瞅着皇上高兴的时候过来说一声 我去尽见 好说 好说 管家 给你 是吗 大人 这个 不合适吧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小小意思 不成敬意 那我就同命了 将来 我还有事要麻烦公公呢 好说 好说 好看 有什么学习啊 什么学习 听到 到底没有 立正 是 哪有 你数没数啊 大概两三丈名 胡说八道 五六丈远都有了 你就是心不在焉 你怎么回事嘛 我冒着风险让你自由了 你不但不敢谢 整天连个笑脸都没有 大丈夫一生一世 见功立业 却过着囚徒的日子 你真是胜不如死啊 血都湿了 我们回去吧 那我就让你湿得动 这可是你让我走的 我正就向大海走去 哎 你别这样 哎 哎 回来 你别 你别走好吗 我不让你走 我们回去吧 走 快回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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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赖塔大人进殿 坐吧 谢皇上 诗室宗的册封书 怎么到了你手里了 启禀皇上 奴才曾多次主持招府之事 特地安排了眼线 在盐平王府 这是眼线偷出来的 皇上 皇上 施郎死人万万不可重用啊 你是断定施郎有二心了 他即便没错二心 可他的儿子降了海贼 若是任用施郎 父子对阵 不堪设想啊 我苦心故意 匕首输斋七日 总算拿出了收复彭台的策略 可我欲将他丞相给皇上时 得到的答复却是知道了 当我将奏章成帝兵部时 得到的回答却是不必了 这叫什么事 令长公子失失踪是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了 他在海匪的手里 据说已经投降了海贼 不可能 他是我施郎的儿子 我的儿子绝不会投降海贼 我信 可皇上不信哪 为了平定台湾 别说我一个儿子 就是把全家人的性命豁上 就是搭上我施郎的老命 我也不会后退半步 那又怎么样呢 皇上不信哪 如何 才能取信于皇上 不知道 我也无计可适 不知道 我也无计可适 老兄啊 少安勿躁 我们相机行事 总会有办法的 老兄啊 老兄啊 少安勿躁 老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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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兄 Duty courtesy Sacred Man 咱们傻站着干吗 你方在说 重任还没有完成 其实是自寻苦恼 来 假如 我根本就不想投降 你怎么办 又怎么个进方呢 难道 在这台湾岛上待一辈子吗 那倒不会 他们不可能永远窃去台湾 台湾过不了多久 就会成为福建的一个福 我怎么会在这儿待上一辈子呢 况且我有预感 你就要接受我的劝告了 你也太自信了吧 好 我的自信 来源于公子 什么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若是劝不动你 证明我看错人了 我连一个蠢人都没能识破 证明我自己 也是一个蠢人 你是辫着法的骂人 我不屈膝 就蠢吗 不识实物者 不会迂回用忌者 自然是蠢人 你到如今 还没有下决心吗 你能保证 我的名声不受损害吗 我说过了 我不能 可我父亲能 得请令尊大人 出具两封砍 以封给家父 以免他骂我 有辱门风 他在皇上和同僚面前 也抬得起头 写封信有什么难的 只怕不易张扬 若是你假祥的封声 传得满天下人之道 你还能活命吗 那倒也是 那就写封信 只要让家里人坦然 心里有底就可以了 别人怎么说 只好笑骂由他了 第二封信写给谁 写给我 给你 我天天在你身边 还有写信吗 不是让你写 是请令尊大人给我写 写命我是假装投降 死即以理应外合 现在你手里不好吧 我父亲就是明正 何必留个字句呢 你还怕我父亲 到时候不认账 害你被骂名吗 你别不爱听 是我语言冒犯 事事难料 我倒不担心令尊大人 会落井下石 万一封银突变 他罢了官或不在人世了 谁为我证明 你真可恨 竟然诅咒别人 罪苦 罪苦 我刚才不是先声明 是冒犯了 何况 这是假设 你的心可真够细的 想得也够周全的 好吧 好吧 我就替你向我父亲 要这两封信 给你留个字句 立此存照 明天 你就告诉海葵和监国吧 最高兴的是海葵 她不用冒着风险 袒护你了 这丫头是一团火 烈性子 上次她在监国面前 胆敢放我 朕为她捏了一把汗 朕为她捏了一把汗 落轿 压轿 等我片刻我去送封信 是 你找谁啊 请问这是 吴侍卫吴大人的家吗 是的 你有事就跟我说吧 那我等一等 她在宫里当差的 什么时辰回来 还是没准的 有事情跟我说是一样的 她欠我二百两银子 给你要 你给吗 那等她回来再说吧 你进屋喝杯茶吧 不了不了 谢谢 讨债的人不讨人喜欢 你这儿搭走 那我给你带走 你带走 去吧 爹 专家人不讨人 来来来 里面坐 好 在这儿干什么呢 来来来 屋里坐 回来了 我让他进来 他就是不进来 世伦 咱们去那边 有事吗 这是姐姐让我给你的 我得赶快走了 谢谢 好 请留步 小官人 二百两银子不要 你就走了 什么二百两银子啊 我问他有什么事 找我就可以了 这个小鬼头啊 冲我要二百两银子 请留步 好走啊 好 好 啊 夫人 我去叫姥爷爸 去吧 等等 你在这里 我去吧 过来 过来 你去把姥爷叫过来吃饭 给我 我来拿 老爷 夫人让您吃饭呢 好 吃饭 让桂娥久等了 好 好 来 吃饭 吃 自从成亲以来 也没见你这么高兴过 是不是碰上了什么大喜事啊 说出来 也让我高兴高兴 没有啊 我平时不都这样吗 是阴是情 都在你脸上写着呢 瞒不了人的 自从你见了方才来的 那个小官人 就没开眼笑的 难不成 是他倒着给你二百两银子啊 别开玩笑了 哪有的事啊 吃饭 那个小官人鬼鬼祟祟的 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那是我救世 一个朋友的孩子 他父亲过五十大寿 请我过去喝几杯 他请你吃酒也是好事啊 用得着瞒我吗 那你怎么不去啊 你看 你又多谢了吧 我说没什么事就没什么事 行了 吃饭 吃什么饭啊 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啊 下去 我下辈子是 下去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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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夫人起来了吗 门关着 好像还没起床吧 以前夫人一向起得很早的 以前夫人一向起得很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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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行了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的事 告诉皇上 时间久了 他会把我淡忘 这对你有好处 我一走 你就有希望了 我走开 有情人才会终成眷属 他走了 为什么 你让世伦带给我的信 被他看到了 都怪我不好 这也不能全怪你 你不该冷落长桂蛾 他也没什么过错呀 那我有什么过错吗 你还记得上次 我们最后一次见你 你当时说的那话 真是绝情啊 我还以为 你再也不会离我了呢 这是最后一次 我要不是有话对你说 即生即世都不会再见你的 我知道 都是我的不对 若是当初我 胆大一点 向皇上提出我心中有人 也许结果就不是 今天如此的结局 无论你如何恨我 我都能理解 我已经发过誓了 我会用一生来等你 你这是什么话 你已经是有家事的人了 而且是名媒正趣 无论如何也甩不掉 那遇刺夫人 这是常桂娥留给我的 这个常桂娥 心地善良 我开始同情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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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的时候 我多看她一眼 有时都觉得厌烦 可她这么一走 我心里倒是酸酸的 反而觉得她挺可怜 我还觉得挺对不住她的 我还觉得挺对不住她的 你此时后悔还来得及 派些人马把她找回来 破镜重圆 你不就对得起她了 如若我能做到这一点 又何必当初不接受她呢 这些你应该明白 她能跑到哪儿去呢 她在卿城有亲戚吗 她曾告诉我 她是蒙古人 父亲因战功 被追封过清车都尉 在青城里 没有什么亲戚 万一她有什么好歹 我就更加对不住她了 我想 她一定会躲到空门去的 空门 这京城城里城外 暗堂妙语 何之百作 我可如何去找她呢 那就要看你是不是心诚了 我当然是诚心诚意 一定要找到她 我只想跟她说一句 我都会